如果要问黄磊最讨厌什么 除了干活外那一定是没人吹捧他 让不清楚黄磊使用手册规则的乔珊遭了殃 你说怎样 这留他一天不去那 这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次演员乔珊和刘小义做客蘑菇屋 两人刚一进村就表明自己向往的是慢节奏的生活 抵达蘑菇屋后他俩成了七季以来最幸运的嘉宾 只因来的时间点太巧正好赶上吃午饭 不过赶上并不代表能吃到 因为勤劳的黄小厨仅是把需要的食材备好了 还没开始起锅炒菜 于是小小的厨房挤满了一堆人 有人洗菜有人摘菜还有人端盆倒水 主打艺人一直未有明确分工 在准备做辣椒炒牛肉时 黄小厨本想用豆瓣酱炒出红油 让辣椒炒肉更香一点 可奈何没有这道调味品 但这可难不住爱创新的黄老师 只见他拿出一罐豆腐乳就开始一本正经的教训 我觉得他可能这个葫芦的味儿啊 跟那豆瓣的味儿差不多 很快捂到家常菜顺利上桌 先不看这卖相如何 乔山仅是尝了一口牛肉就吃出痛苦面具 显然这牛肉炒太过根本嚼不烂 于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他直接开头点评 这让忙活半天等夸夸的黄磊瞬间拉下两来 而呆出惊艳的何炅立马捕捉到不对劲 赶忙原厂夸茄子好吃 但黄磊显然已经是寄到心里 没胃口的他扬言洗个澡再来吃饭 等他走后何炅当即就朝乔山比了个手势 虽然不知道说了啥 但等到黄磊回来后乔山就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这句话不知黄磊能信多少 但在乔山接着说出那句 吃完我们就先撤了后 黄磊就开始了猎杀计划 因为院子里有一座没有顶的破梁亭 黄磊老师得知刘晓益当过木工后 就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而其他人自然也不能闲着 纷纷帮着搬木材和瓦片 乔山虽然不太情愿但也参与其中 唯一黄磊没出现在这片忙碌的镜头中 毕竟他刚到魔不乌时就信誓旦旦地发过誓 扬言自己绝不会修那个破梁亭 果然黄磊老师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等到梁亭已经接近尾声 黄小厨才悄然现身开始进行技术性的指导 最后这大亭子的任务才圆满完成 只能说咱黄磊老师无论是在做饭领域 还是墨语领域都得是佼佼者